南方叫童骨,咱们呢叫半骨 做烂吧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骨棒大丰收 来,用心做好菜吃着健康来 看一下啊 这个骨棒是用凉水泡过三个小时的 现在呢,冷水下锅 开锅15分钟 时间到 15分钟,做出的非常干净 把这个骨头这么洗一下 它里头总要有点血沫的 看这个程度 放在碗里再沥一下水 现在呢,我们这个汤这样处理 这汤不能扔 看好 用小密鼻子过下锅 这汤还能用 一会儿要做骨头用 加上点色拉油 猪大油 花椒大料提前洗一下 葱姜下锅 葱姜下锅 花椒大料 现在呢,就把这骨头下锅 给它煎一下 这个味儿就上来了 腥味就小了 没有了腥味 焦香味一上了 你再把它对手扎下去 再翻一下 这儿 来,看看这颜色 这骨头上的颜色能看出来不 都是它煎到 这个颜色 现在呢 放入黄鸡油 酱油 再煎炒一下 这份百分之百香了 看颜色就知道 加上汤 现在把盐 加进来 这加的是老抽 呈现出 酱红色 这个就可以了 现在呢 我们把它换过来 汤不要过大啊 盖上袋 上来吃蒜 嗤嗤嗤响 10分钟 现在开锅正好10分钟 关火 再焖上10分钟 来,朋友们看一下啊 四个拉油 放上30克 猪大油是20克 放入葱姜 炒香 把酱下锅里 这个叫酱炒锅 这味非常棒的 把这个酱炒锅 把这个酱炒香 放入豆腿 煎炒两分钟 鱼味片 放入葱姜 放入酱油 放入酱油 涨下炒 涨下炒 这香味上来了 现在看这啊 这小肉啊 非常酥烂了 把这个肉 放中间啊 这样放 这样放 放中间 出锅前也这样啊 熟了以后 汤根就剩下五分之一才好 往正前摆 摆出的好看啊 出锅的时候再不翻勺了 看啊 忘了烧开 我先开锅一分钟咱们再见 来 朋友们看一下这个 汤啊 这些就可以 几乎和这个煮料平平 这样呢 火 开锅 二十分钟 如果看那个汤汁多的话 你再敞开盖 再收汁一分键 时间到 看一下啊 把这个汤汁这样逼出来 然后呢 把这个味精 加进来 这个汤汁非常粘稠了 这个感觉非常好的啊 看好 朋友们看一下啊 这个啊 南方叫铜骨 咱们呢叫半骨 来看一下啊 啊 酥烂吧 酥了 哎 脱骨 哎 脱骨 来一口 嗯 非常好吃 吃的 吃的非常过瘾的 煮饭大丰收 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